大家好,我是西安古城家门口 接上期视频继续推荐 陕西考古博物馆中的必看文物 上次遗漏了考古历程片中的 刀笔利勇 这次补充上 刀笔利勇出土于秦始皇帝林的兵马俑 腰间有一长一短两个小物件 长的为一把还手小刀 短的为一块磨刀石 因为当时写字写在主简上 如果写错了 就用刀削把错别字刮掉 如今天的削字灵 磨刀石是用来磨刀的 推荐刀笔利勇 属于当时司法部门的古文官 即上次二楼的考古发现 偏移部分积蓄 实质铠甲和斗谋 石料均为石灰石 被为了贴合人体曲线 石片被制成了正面围骨 背面围乎的形状 而且为了便于人体活动自如 胸部的甲片是上压下 腹部的甲片是下压上 结果的甲片也是下压上 制作工艺难度比较大 据实验 一个工人制作一套这样的实质甲咒 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还要制作这样的实质甲咒呢 有说是用实质甲咒 代替金属甲咒 用于陪葬 可以节约成本 还有说是当年征兵 为了选择出体格强健的士兵 军官让想要当兵的人 穿上这种实质甲咒 奔跑 体质需要的人 很容易就被淘汰出去 九神徒陀郎陶罗多勇 距近1500多年 出土于西贤新区 空港新城的北周杜罗温家族墓园 陶罗多的陀郎上 有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 九神迪厄尼索斯 似乎刚从狂欢中退出来 在两方人围绕刺拥下 腹肩搭背 侧胖的蓝随从 还手提压嘴弧平 九神头部背后有圆形涂光 头顶背后有光环 这是九神与太阳神的混合特征 中亚这类形象极为常见 有专家学者认为 陀骆驼应由随大型成立的 名气作坊生产 但陀郎上的模印图像 则可能与苏拓工匠有关 反映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这是被打包放进博物馆的 东汉壁画 18星绣图 最近约有2000多年 出土于陕北境边的汉代专幕 为牧师顶部的形象图 可以看到有白斗七星 福西 女娃 牛郎之女等 反映了当时关于天文的一些思想和观念 也存在许多制作和审美上的考虑 这是随苏统师墓中出土的 宝台细白慈碑 出土于西安兰郊 长安区的寒家湾 距今约1400年 慈碑 薄如纸 白如雪 纸如玉 光如镜 最薄处仅约一毫米 几乎达到了脱胎的状态 其右色均匀 荧光透视 可以看到手影 所以也叫透影白慈碑 见证了人类手工艺的飞跃发展 唐罗婉帅墓志出土于陕西西贤新区 秦汉新城 是目前我国唯一 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 颜振青早年 30多岁时的书籍真品 所体现出来的 闲巧 惊讶风格 与颜振青晚年作品的 魂厚囚禁 有所不同 唐代金国宰相 上官婉儿的墓志明 发掘时 墓室的专讯 已经遭到了破坏 种种迹象表明 很有可能遭到了 有目的性的回幕 兰德的事 在永道出土了 这方墓志明 清楚地记载了 上官婉儿的身份的 唐代理由墓室壁画 马求图 距今月有1300多年 出土于 陕西复平的北吕村 李渊县人的陪葬墓 李渊是李渊的重孙 马求图 人物动感传神 残存画面 长约2米 高约1.2米 右侧骑者 暴眼球须 击入线条骨张 左侧骑者 正反手欲挥干 可见动作的迅如风雨 而者目光 却聚焦在 右下方的小小马求之上 整幅画面 线条流长 人物生动至极 马蕊线条 几乎从以草书笔法 中国画质 书画相曾之处 与此可见 三楼的文宝科技片 唐公主 李锤 投冠式 出土于西安理工大学 驱江校区类 李锤 是唐选宗李农君的 表姐 或表妹 此冠式 亲近了唐朝 所有珍贵饰品 像绿松石 琥珍 琥珠 红宝石 贝壳 马楼等 单单宝石的数量 就多达370克 是唐代珠宝和工艺的 极大成者 还有很多 大家尽快去看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和点赞 谢谢观看